这一大锅 五花肉酸菜锅18块钱 这锅 雪肠25这一盘 肠宽肉48块钱一份 我俩给煮大劲 雪肠好像是勺子了 人家直接一烫就行 我们刚才光看人家吵架 忘了 我们现在在太平桥 今天吃个杀猪菜 也没觉得多冷 就是有点冻耳朵 三餐包子 全部人胖揍了一样 在东北那边 冬天穿着啥样的都不奇怪 只要暖着就行 带上真的不一样 可怒 他家 能不能进去 姐现在能做杀猪菜吗 是市里家 到哪儿 哎呀妈你这一顿菜 有 抱歉 推荐点吃的呗 咱俩正常是点那个五花肉酸菜 锅里是酸菜和五花肉 其他的东西都是单家的 雪肠来一个 你家有肠瓜肉吗 有 来一份 比较瘦肉 对 你还吃啥 不要了 我们去年在双城吃的就要这几样 这个就是一份要下到那个酸菜锅里是吧 对对对 这一大锅 那个大锅是用来煮些肠的 卖到晚上几点 不一定 这是三点 这是雪肠 也是你们自己惯的吗 对 山菜雪肠都可以做 这一盘是有这一根啊 这一根有一斤多吗 嗯 胡辣椒可 这个放在酸菜汤里烙喝了 这蒜泥 又是二米饭 闻着肉味 酱油 然后加点蒜泥 这两种就够了 我还喜欢加点醋 上次不愿意加醋 正常不放辣椒油 当我放点 这个要煮吗 热乎就不用煮 凉了 这个是不是得煮一下 得煮一下 来个肉皮 谢谢 谢谢 自己做的啊 加不住 太滑了 我们一般到饭店里都不敢点这个 不知道他们是啥做的 我来他家就是在网上看他家这个图片 那个酸菜锅比较清亮 上回我们吃的时候有人说这个不叫杀猪菜 对 这个就是五花肉酸菜锅 我们只是说的不够详细而已 你把血肠放进去就不就成了杀猪菜 对 我觉得可以再加点盐 那酸菜锅就是带一点点 猪脏气 没点点味儿 正常 正常 这五花肉就可以站着吃 咱们平时这种五花肉带肥的多 他根本都吃不进去 但是在这个酸菜锅里面 还吃了好几块呢 我盛的是清糖 好喝吗 还喜欢辣椒好辣呀 这个肉就是切厚一点吃过一 这常关肉在酸菜锅里煮了一下 他一煮完之后 他那个肉就炸开了 铺了边儿的 吃热了喝热了来这儿冻子 猪脾豆 两口两口 这这锅添点汤呗 加完汤是不是可以下血肠 对 然后把那血肠和这肉都铺上铺一圈 这一锅不就春春杀猪菜了 一般在饭店里他们点的那种杀猪菜 成份的就这么可以上来的 但是没有这个常关肉 好多杀猪菜关了都没有这个 正常人家就是个锅里灰 你不搅和他也不打地 就是往处成的时候才容易碎 竹竹要黑了 鞭散了 干脏了 他让他揍他 一个车竹和一个外面小个 没听见人家呢 还是媳妇长事儿 大爷过来 他转一圈 你走你走 乌回一场 没事 我吃完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让你把脸还揍我 嗯 这是啥猪菜了吧 猪肠 猪血 猪肉 我俩给猪大劲 鞋肠还是吃勺子了 是 腸皮已经猪肥了 就剩血了 啊 这儿呢 人家直接一烫就行 我们刚才跟我看人家吵架 忘了 蒜也挺好吃的 他那个腸皮还能吃 来点烫 剪调了点火 对 就慢慢煮 虾猪菜就是会的时间越长越香 那煮完了之后 汤就会变得稠一点 比刚才要浑浊一点 这样还更香呢 酸菜汤到虾猪菜的演变 就是把这个肠和肠丸肉都塞里 如果说一开始煮那样的话 我就不会喜欢 因为我们刚开始已经把这个清汤都喝过了 一共花了95块钱 那大姐还送了一个皮冻 刚开始吃的时候 就有煮的那个有一点点腥味 但是煮开了之后就好了 我觉得他家还挺好吃的 虽然说长官肉和双城呢 有点区别 但是味道也不错 3点49 去尚伯家买几根肠 这过道口就是红旗大街和东芝路的交口 难得过来一趟 要专门来买他家的话 还不愿意买 他家就是一个店 这门口都是这些代购 这一车车红肠 还有肠吗 我们找小根的了 小根也行 这不是一根路的吧 我不了 我们买了这一兜 这是二斤 这是32块吧 小根的就是断囊 完整的是36块吧 如果说你是完整的 然后断开了 那种还是36块吧 这种是各种 不仅然拼到一起的 这种的就便宜 便宜4块钱 这种我们自己吃的话 无所谓 啥啥啥都行 啥啥菜也吃完了 常常买完回家